我今天就是26日4月2021年下午6時半左右 我又講第二集了 香港那份表就要講完你哪個人 你的香港身份證 如果你是公司查 你都要寫下公司的名字 他就說明了 有三樣東西是你可能的 你們都可以拿份科來看 有得download 第一 為了legal proceedings 去告人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你買賣車 關於汽車交通的事情 第三 其他關於運輸交通事業 三項東西是給你選擇的 換句話 沒得讓你說artists 你沒有的 總之是關於交通部的 好了 例如 我們如果要告一輛車 我會問不到那個車主 走了失了鐘 我是關於交通的 撞車啊 那些 例如這些 有些什麼 有個車擺在那裡 走了路 總之關於交通的 我報告人的 在法庭 進去法庭的 如果那一壇 一定是要交通部才有的 那就寫出來看他給不給了 第二 我買賣車 就是剛才我講過的 第三 第二些事情 沒有的了 好了 他有一條條例寫明的 在他的表上寫明的 如果你實實報告 你就將會 侵犯了第三百七十四章 一一一條 第三款 換句話 你是要賠五千元 還有坐牢六個月 這是罰你的 然後你還是侵犯了 有機會個人私隱 486章 六十四條 他講得很清楚 你侵犯人私隱 第一 你沒有得到車主的同意 OK 去拿這個人的資料 還有拿完這個資料 還有你是有好處的 拿到這個資料 OK 還有加上你拿了有好處 然後你就有機會傷害到 被你那個查的人 傷害到他 還有還有一件事 還有你有機會令到他 psychological 精神 影響他的 那你就犯法了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最高的刑罰就是什麼 100萬 加5年坐牢 那很明顯看到 如果你做一些事情 突然衝了信 到處去講的 他是影響他的 好了 法例寫得很清楚 跟著他叫你簽字在下面 你自己說明自己是明白 這些資料 你是主要是給交通的事宜的 還有呢 你才會簽名 好了 簽了名之後 那你就 多張方 跟著呢 被你走了 沒問題 任何人都可以的 如果警察有機會抓到的話 你不要理他了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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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你有些人不抓 只是抓我 普通法是這樣的 他見不到 沒得說 沒得告警察 好了 所以這些case 那人表這樣填 可以說 你如果被他抓正 是沒得打官司的 那些叫strikt liability 你很難跟我說 我不識字的 那個是誰簽的 喔 大學畢業的 他沒理由不識字的 他傻傻的 不是喔 他正常人 那就沒得抵賴 我們叫做strikt liability 很多case都是這樣的 例如你 你拍了在那裏 不應該拍的 抄你的牌 你沒得解釋 這些人之常情 你解釋都沒人相信 就等於我們說 皇帝的身衣 是吧 指鹿為馬 是沒可能發生的 是不是呢 好了 這樣呢 在判官那裏 那個裁判官 那裏呢 就叫做strikt 他做了很久的官了 我所知他挺好的 這個官 我們很多都對過他的 好容易看見 那個官好不好的 他認真 應罰就罰 應放就放 鬆我頭的官不是好的 嫌我頭的官 不是表示好的 他這個官呢 我見過他很多次了 他還判得很有理據 還有呢 他還有一些心 好 罵過當事人的 他之前罵你 你犯了那麼多次罪 你怎麼不改 看你改不到的 這樣罵呢 其實 罵你是浪費精神 他出自好心才罵你 所以我對這個官 完全我不會有 任何的懷疑他是判錯的 OK 你跟那個官說 我猜而已 我在新聞聽到 他們現在都 我不知道他跟那個官 是不是講這些 他說新聞自由 知情權 還有他為他工作而已 那這些 看那個官減不減刑 那個官如果是減刑 聽完你覺得是服的 他不會減刑 但我有不同的看法 講這些話 我就講一下了 其實有一個記者 他可以怎樣去拿資料呢 希望你原諒我 我不是記者 我看到的東西而已 好了 第一件事 他可以去現場那裏 去採訪的 很正常 那些呢 他就去那個現場 去那個罪犯那裏 那裏 但是呢 但是你不要忘記 你去到那個現場 不是一定你是大勢的 不是說一定你先行的 大勢 什麼 新人自由 我們有指導權 這樣 因為在場可能 警方在這裏捉人的 他在這裏救火 那些更重要的 每人的社會 有他的遊戲規則的 好了 還有有很多時候呢 不能夠漏到太多東西給你 例如你假設間 你問消防局 問警察 你做些什麼 這樣訪問他 他不一定都告訴你 你不能夠說 我有資情權 你有責任都告訴我 警方很多時候 有時候是出動的 有時候他未收到的 他不敢說的 好像我們做律師 我們去到那裏 那個警方未必放人 因為他 假設間我去到 我說我要放人 拿擔保 因為這個人走出去 他可能通風報信 更加犯多的罪 還有他會協助逃犯再走 你律師又怎樣 我們去到 他有理據的 他有做事的職責的 他們見到那個罪犯犯了罪 我們只不過說 人還沒做完 你還沒證明到 人家真的看到 人家真的看到 所以一定要講情講理 正統的方法 第二 有一些 不是太formal的方法 例如你去查 Cassette 去拿一些 真正合法的資料 一個informal的方法 都是合法的 例如我查Cassette 例如我現在講 我看報紙看到 我不是偷回來的 出了街的 那我就可以說 但不能夠走去 偷來偷去偷東西的 還有一些 做記者 跟我們一樣 我們很多時候去查 查東西的 有些東西 不是讓你看到 但是如果你深入去看 用別的角度去看 就已經看到很多東西了 其實呢 有很多方向 讓一個記者去做 他已經做的事 但是呢 如果任何一個 包括律師都是 我們走去跟法庭拿東西 我們不能夠走去法庭那裡 說謊 問法庭 班令我們給了一些資料 我們也不能夠走去拍門 去一個店舖 說謊 我是代表誰誰 我要問你拿些資料 不行的 例如我探監 我都不能夠說 我是來到 我是 社會工作者 神職人員 教授 不行的 這就是道德 我們跟著社會的制度 這樣行的 好了 例如有些更差一些 可以偷看的 去裝的 那 還有一些給錢去買黑暗的東西 不應該這樣拿的 例如有些人 扮別人 扮化妝去扮別人 有些做的 拿個假證 還有一些 那些 那些 credit card agent 幫人申請credit card 他們有個database 看到很多東西 好像transunion 看到很多東西 不合法 不合法 那些 不合法 例如有些人 就扮10元 去銀行 那裏 就看到人的 什麼名字 很難捉他 但這些是不合法的 其實 對不對 對不對 說那些 如果你不是由正統去拿的話 我會覺得是一個 不合法去得到一些東西的 換句話 直覺 用一個common的語句來的 是偷東西 例如break in 就是說 走去 叫門進去拿東西 以及騙人去拿東西回來的 好了 我給一個case 例如 我能夠 幫到我自己的職業 或者 我能夠 拿到我政治的游泳 所謂叫做 或者滿足感 那去拿些東西 是不合法的 如果我走去交通部 我用政府那個resource 那些資源 例如 是那個交通部 那樣 我去做記者 我查一些資料 我借助交通部 的錢 的機會 來 增進我做我的事業 其實不是很對的 法律有說你不合法的 我給一個例子 假的時間 如果我借錢給人 我跟他友好 借錢給他 原則上我要追他還錢 他不還 我就從民事訴訟 上去court那裡打官司 但是我不是 我心理不好 我走去跟警察說 他偷我的錢 他騙了我的錢 然後跟警察說 他欺騙我 他就作個故事 又說他做些家事 那樣 警察去抓他 那變成了 港大話 借助政府 花這麼多錢 在警方那裡 濫用警方的資源 和誤導警察 那是很大件事的 我有見過這些case 但是出了事 你看看警察放不放過你 可以告你的 上法庭的 是吧 那因為你借助警察去屈 對警察不公平 對事處不公平 因為你借錢給他 當日你肯定覺得他給利息高利 有利益有好處 哇 當你追不到債 你的成本 你又找警方去抓人 這樣就不對了 現在我們看到電視 判了刑之後 在法庭門口 有很多人吵 吵還有一些外國 例如哪些外國呢 我見到就是EU 歐盟 美國 英國 那些這樣的 歐盟就是用那些continental law 成文法的 美國和英國和香港 就是用普通法的 香港是一樣的 跟回美國和英國 好了 那個記者的責任 我們的社會運作 很接近的 為什麼現在這幫人在說香港的法律有問題呢 其實很簡單 如果他真的覺得香港有問題 證明給我們看 告訴我們 我們國家是沒有這些發生的 你不相信呢 我去英國那個 House of Lord 那裏 或者聯邦最高法院 叫法官拿一個Decoration Decoration 就是認可 這一類的犯法呢 是在記者那裏 去拿一些東西 是合法的 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拿給我們看看 其實我所知我在外國都見過這些一模一樣的 那你應該這樣去說服我們 你自己這樣做 叫我們不是這樣做 那你是不是叫我的法律 不是我壞 我很好 你叫我搞壞自己的法律 有沒有搞錯啊 是吧 那或者你可以呢 再做一些事情的 就 走去 啊 給個例子 你去Lobby 你去Home country 拿些祭旗人出來給我們看 OK 那些就不用祭旗的 給個實例我看 那所以如果我問我 我說 香港法院呢 是100%對的 我看不到有什麼不好啊 如果你不對的 香港法院有一條 Rule給你上訴上去高等法院的 是吧 那完全 你填張表就可以了 很容易的 香港上訴 我現在看到 我真的沒有看到 法律界的人走出來 去講一些歪理 這些我們是因為的 即是香港味道那麼差的 只是那些政客走出來吵的 香港也有政客的 但我暫時還沒見到 那些本身是律師底的 做一個政客 會講這個法庭判的事是錯的 我都沒見到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了 是外國那些 有些說話 是皇帝的新衣 我們看不到的 耶穌降臨 我們不知道的 所以這些外國的國家 在那裡吵 我會覺得它是 睜大眼來講一些 不對的 我們要認真去 告訴他們 你不對的喔 你只是鼓勵香港人 亂了 OK 那你呢 最緊要 就是不要在那裡搞亂香港 然後呢 這個年輕人呢 我跟他沒有仇怨的 我覺得他是谷氣是好的 但現在這麼多人走出來幫你 有一批人 就為你不抵 其實有機會他們拿著本錢的 唷 他們 叫你去拿多 拿你出去做一個例子 讓你拿多些boundary 讓自己走遠一點 我採訪將來的權力大一點 那還有一些政客呢 我來上位喔 政客最喜歡這樣 那跟著呢 有些外國政客喔 政治喔 想香港的制度亂 拿出來說幫你 你做一個年輕人 你想清楚喔 即是他等於拿你做一個戰把 出去打架 這個就是人 人版來的啦 這樣 打 打到尾 你想過後 自己對不對 你將來對你的career 對你在別處做事 那些人 不懂你的了 現在拿來 他是為你幫你 因為利用你 這些你自己去決定了 我的意思 覺得他們是利用你的 如果他真的幫你很簡單 給你好功力 好過這份的 這個是人才來的 在這裏做事 是浪費了他的 這個不是磁中物來的 他就給你好的機會 這些我以往就是講那麼多了 這些是我的Carmen來的 多謝各位 好 好